这对小青梅竹马是不是很让人羡慕极度恨 女孩叫静叔 是个从小在优渥家庭中长大的小公主 男孩叫成俊 某财团独生子 是个名副其实的王子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成俊父亲因交通事故去世时 静叔一直陪在他身边 静叔妈妈因眼癌去世时 成俊也一直陪在他身边 他们互相喜欢 互相依赖 静叔和爸爸一起来参加成俊家商场的开业典礼 爸爸和成俊妈妈是多年的好友 也是这家商场的总设计师 看到爸爸笑得这么开心 已经长大的他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他不难过 他为爸爸高兴 不久后 二人便结了婚 他有了继母 也搬了新家 他告别这栋爸爸 位在天堂的妈妈所见 有着美好回忆的家 来到了这个新家 继母是人气女演员 在他成名前生过一双儿女 兄妹二人之前 一直跟着游手好闲的爸爸生活 亲生母亲根本没有管过他们 后来 养活不了兄妹二人的爸爸 把他们丢给了生母 于是 静叔不只有了继母 还有了一对继兄妹 爸爸临走前 在兄妹二人口袋里 各塞了一点钱 有力一脸不屑 太华追上爸爸 把钱塞回了他的口袋 他知道 爸爸可能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有力一见到富有的继父 就给他磕了个想头 静叔友好的向新妹妹伸出了手 完全没有嫌弃他全身脏兮兮的 就在他向新哥哥伸出手时 有力说 他哥哥不跟女人握手 太华跑出家门 看到还未离开 蹲在地上难过的爸爸 他跑了过去 学校里 老师向大家介绍新来的两位同学 有力很心机地向大家介绍自己 是某某演员的女儿 下课后 同学们很八卦地问他们的关系 谁是新闻上报道过的私生女 一帮人围着有力一起回家 这时 一辆豪车开了过来 车上下来了一个帅气的男孩 女孩们都一脸花痴地看着这个向他们走来的白马王子 成俊礼貌性地和他们打了一下招呼 看到走出来的静叔 他开心地走上前 为静叔擦去头上的雨水 帮他背起书包 看得旁边的同学们都羡慕万分 有力更是露出极度的目光 这个女孩太有心机了 见到有钱的继父 二话不说就先磕了个想头 回到房间 静叔对他说 不用叫姐姐 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 有力不屑地说 静叔拿来一套内衣 让他先换上 有力瞅了一眼 就跑去翻他的衣橱 翻出了另一套内衣说 要穿这套 静叔笑着说 这套比较暖和 可有力却说 他心眼坏 漂亮地留着自己穿 静叔也没介意 他对有力说 晚上 静叔被一阵呼噜声吵醒 回头一看 新哥哥和新妹妹手拉着手正睡的香 他不习惯地出了房间 看到楼下一脸幸福的爸爸 他开心地笑了 承俊来接静叔放学 这一幕被有力看到 他极度地看着二人 静叔喊他一起上车 也没搭理 自顾自地冒雨走了 承俊和静叔在车里交换礼物 静叔送了他一顶自己制的帽子 有力在楼上两眼冒火地看着拿着礼物回来的人 他偷偷打开礼物 里面是一套漂亮的衣服 第二天 静叔跑进教室 果然看到有力穿着成俊送他的那套衣服 静叔问他为什么不说一声 就随意穿走他的衣服 有力满脸得意地说 你不是说过 我可以穿你所有的衣服吗 原来新的不能穿 只能穿你穿烂掉的旧衣服 说着就开始脱衣服 看到这里 我快被气炸了 静叔你这也太好欺负了吧 爸爸看到有力的成绩单 夸奖他成绩真好 全校第二名 继母一脸得意 随后问起静叔的成绩 看到不好意思说的人 马上很温柔地安慰考不好没关系 下次努力就行 谁知拿来他的成绩单一看 竟然是全校第一名 不愧是演员 这变脸速度真是够快 看到正在吃东西的人 他开始数落起没用的女儿 静叔听到后 赶忙帮有力说话 让继母原谅妹妹一次 这是我见过最恐怖的继母 只因为妓女的成绩 比自己女儿的好 就狂扇妓女耳光 还逼迫女孩叫她妈妈 在丈夫面前是这样的 不愧是演员 演技真好 这时电话响了 成俊打电话来找静叔出去玩 还在恐惧中的静叔本想拒绝 继母却说 成俊看到静叔穿着她送的衣服 开心地上前打招呼 谁知回过头来的 却不是想象中的人 有力很乖巧地介绍自己 是静叔的妹妹 姐姐有点不舒服 让她代替来赴约 成俊看了一眼 她身上穿的衣服 有力马上解释 说是姐姐让她穿来的 成俊一笑 也没有很介意 静叔害怕地躲在被子里 继母一把掀开被子 告诉她成俊来了 面对继母的威胁 也不想让成俊担心 她在继母的指示下 躲进了储藏室 还没缓过来的静叔 又被突然出现的人吓到 这个从来不和她说话的新哥哥 也躲在里面 母女二人在楼上 目送没见到人的 成俊离开 两人商量着 怎么也得取代静叔 成为这个豪门儿媳 想到她马上就要和成俊 一起去留学 那自己就没机会了 有力求妈妈 一定要帮自己 晚上 爸爸来帮女儿盖被子 静叔从后面抱住爸爸 问爸爸幸福吗 爸爸高兴地说 很幸福 幸福的不晓得 怎么说才好 为了爸爸的幸福 静叔什么都没有说 半夜 这个沉浸在温柔乡里的男人 被一阵哭声吵醒 看到心爱的老婆大人 在伤心地哭泣 男人赶紧上前问 怎么了 第二天 爸爸告诉静叔 留学推迟几年 他才刚组建新家庭 马上就送自己女儿 单独去留学不太好 不管静叔怎么哀求 都没有改变爸爸的决定 两个即将分离的青梅竹马 在这个浪漫的旋转木马前 约定等待对方 并期待重逢的那天 承俊许下承诺 等到他回来的那天 会在这里 画一幅画送给静叔 不再有悲伤 不再有离别 不再有心痛的那种事件 天国 承俊出国这天 静叔被心机的有力 锁在了储藏室 不管他怎么呼喊 都没有人回应他 就在他绝望时 门突然开了 静叔一路狂奔 来到机场 正要离开的有力 看见赶来的静叔 不放心地跟了上去 见承俊已经登机 他胜利一笑 就在他转身离开时 门开了 就算他怎么使坏 也阻挡不了 这两人想见对方的心 正在静叔房间 偷看画册的太华 见人回来了 马上一溜烟跑了 静叔来到他房间 把他刚刚偷看的 那本画册递给了他 太华虽然和妹妹 一起住进了这个家 可妈妈完全没有 正眼看过他 妹妹穿好的用好的 过着附加千金般的生活 而他永远穿着一双旧鞋子 太华生日这天 贫穷的爸爸 给他送来了一双鞋 正好碰上回来的母女二人 女人压根不记得 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 两母女像感温神一样 把男人赶走 不仅如此 回到家还大骂儿子 为什么要和那种人接触 太华受不了母亲 这样辱骂父亲 开始和他顶起嘴来 母子二人争吵过程中 不小心打碎了家里的花瓶 这是丈夫非常珍惜的东西 他怕丈夫责怪 张嘴就说是静叔 不小心打碎的 太华听见妈妈冤枉静叔后 一阵冷笑 这个狠毒的女人 气不过儿子跟他作对 便把他关进了储藏室 还特意把里面的暖气关了 就在太华冷到受不了的时候 静叔偷偷跑进来 他记得今天是哥哥的生日 特意为他煮了海带汤 还亲手为他带上了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 我爸 先去吃看 静叔走后 他崩溃地哭了起来 从这一刻起 太华找到了属于他的光 之后的日子 他无微不至地照顾静叔 并且不停地向他示爱 可静叔只把他当哥哥看待 太华也没有放弃 时刻陪在他身边 静叔因为有了太华的陪伴 挺过了无数个孤单害怕的日子 转眼三年过去 两人都长大成人 这天是成俊回国的日子 静叔接到电话 激动地去见思念了三年的人 有力见状发了风势的阻止 两人扭打在一起 最后在太华的帮助下 他成功逃走了 不死心地有力 开车追了上去 三年不见的青梅竹马 终于相见 虽然隔了很远 但都一眼就认出了彼此 两人同时向着对方跑去 有力追来看见前面的静叔 一脚油门就撞了上去 这个女人太坏了 为了抢姐姐豪门少奶奶的位子 直接一脚油门就撞了上去 还害得后面两辆车追尾 看到被自己撞得浑身是血的人 她开始害怕地想找人帮忙 找的还是被她害得出车祸的人 见没人回应 她将失去意识的静叔拖进车里 然后慌忙开车离开 成俊和太华都来晚了一步 太华追着前面的车跑去 而成俊只看到了地上一张带写的照片 有力开车来到医院 本想扶着静叔一起进去 可力量实在有限 就一个人跑进医院找人帮忙 正巧有一栋大牢失火 医院里送来了很多危机患者 大家都没空搭理她 有力看了一眼烧得面目全非的人后 他回到车里 拿出静叔的身份证件 并取下他的项链 趁着没人注意 把证件塞到了这个人身上 还忍着恶心把项链也带了上去 一顿操作完后 他把重伤昏迷的静叔带到了三年未见的爸爸家里 请求这个他非常嫌弃的贫穷爸爸 帮他处理闯下的大祸 这边 承俊接到医院的电话 他难以接受地瘫倒在地 太华找到有力 逼问出了静叔的下落 他来到爸爸家 父子二人就这样坐在地上等着静叔醒来 太华真的爱静叔吗 看着浑身是伤的人都没想过送他去医院的吗 当他得知醒来的静叔 失去了记忆 也没有想过把他送回家 他自私地求爸爸带他们离开这里 三人找个新地方重新开始 有力躲在洗手间害怕的清理血迹 被进来找他的妈妈看到 听到女儿 说他开车撞了静叔 妈妈只是问了一句 你不是没有驾照吗 不愧是母女 心肠都够狠 再加上那个为爱疯狂的儿子 真的是一家人呢 转眼五年过去 静叔变成了金智秀 和朋友一起经营着一家服装店 性格也变得比以前泼辣 太华一直守在他身边 二人顺理成章成为了情侣 有力代替静叔和成俊一起出国 也如愿成了他的未婚妻 今天是他们回国的日子 自从静叔去世后 单纯的成俊就变成了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 对他来说 未婚妻估计就是个摆设 静叔去世后 成俊从一个纯情大男孩 变成了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回国的飞机上 他当着未婚妻的面 就撩拨起旁边的美女 好不容易成为他未婚妻的有力 只能坐在旁边干瞪眼 两人正准备回家 飞机上的那个美女 从后面走来 轻轻拍了他一下 顺道抛了个媚眼 成俊就直接对有力说 就在我以为他要和美女去约会的时候 成俊来到这个和静叔 有着许多美好回忆的海边 同一时间 静叔和太华也来到这个海边游玩 静叔被远处传来的钢琴声 给吸引了过去 两人静在咫尺 却擦身而过 两家人正高兴地聚餐 成俊接手公司后的第一件事 就说要换掉代言人 完全不给这对母女面子 这个很多的女人心里 估计骂了她上万次 可嘴上还是很大度地同意了她的想法 这里看得太姐气了 终于有人气到了这对母女 静叔逛商场时 看到招募壁画师的广告 想着帮太华报名救济了下来 正巧被来巡视商场的 成俊看到她发了疯似的 一路追着这个像静叔的女人 可终究还是没能追上 这几年 只要看到长得有点像静叔的人 她都会这样 无论到哪里都有静叔的影子 刚才看到的招募壁画师广告 就是成俊吩咐的 她以前答应过静叔 等到她回国 会在这个旋转木马前送一幅画给她 一幅不再有悲伤 不再有别离 不再有心痛的 名为天国的话 静叔接到当选壁画师的通知 兴奋地把太华约到游乐场 指着旋转木马前的一面墙 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两人开心地约起回来 成俊坐在旋转木马前的椅子上 告诉在天国的静叔 他今天要订婚了 他拿下脖子上的项链 下定决心 忘了静叔 开始新生 刚说完这句话 抬头的瞬间 就看到 坐在旋转木马上的人 他不敢相信 眼前看到的 以为又是自己看错了 但是当他再次忘却 成俊看到去世五年的静叔 就坐在旋转木马上 他激动地冲上前 跟着木马跑了起来 他多怕静叔 再一次从他眼前消失 好不容易等到木马停下来 却眼看着思念已久的人 走向另一个男人 他呆愣了三秒 随后冲上前拉住静叔 远处的太华 害怕地看着二人 没等他们说上一句话 静叔就被他拉着逃跑了 成俊也不顾今天是他的订婚典礼 甩开保镖 就去追他疯狂思念了五年的人 静叔好奇地问太华 刚才那个人是不是认识 失忆以前的自己 太华变得异常激动 还丢下静叔 一个人走掉了 静叔正要去追莫名奇妙生气的男朋友 成俊追了上来 他又一次抱住眼前的女人 不管静叔怎么否认自己不是他要找的人 成俊就是不肯相信 静叔不想再搭理他 赶忙跑上公交车 于是 成俊就开始了他的追七之路 一路跟着公交车追到了服装市场 追到人后 又来了个大拥抱 吓得静叔大喊救命 好不容易摆脱 尸瓜群众围堵的 成俊学乖了 他默默跟在静叔身后 知道了他工作的地方 隔天 他就马上来到静叔店里 他一定要弄清楚 眼前这个女人到底 是不是他的静叔 静叔不想搭理他 让他赶紧离开 成俊坏坏一笑来到他身后 是时候发挥男性魅力了 接下来就是各种巧遇 霸道总裁想追的人 就没有追不上他 这该死的魅力 大家有没有被撩拨到 成俊经过调查 得知他和一对父子住在一起 下属委婉地告诉他 二人应该是同居关系 而且那个男人就是这次负责 闭话工作的人 成俊来到情敌面前刷存在感 一边自我介绍一边递出了名片 太华听到他叫车成俊 害怕地紧紧抓住手里的名片 这一幕被远处的有力看到 昨天成俊没有出现在订婚典礼上 事后解释 说是看到了静叔 他还不相信地闹了一出跳海自杀 现在看到了五年未出现的哥哥 也猜到昨天成俊见到的人 就是真正的静叔 他找到哥哥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静叔失去记忆了 才一直没回家 这个消息让他开心不已 得知静叔失忆 可把有力给高兴坏了 担惊害怕了五年的心 终于可以放下来 有力在会议上提出原创小品牌 入住商场的想法 成俊在候选名单中看到 静叔的店也在其中 他鸣嘴一笑 双手赞成这个提案 可当有力打电话去邀请时 却被静叔给拒绝了 好不容易有了属于自己的店 他可不想寄人篱下 成俊为了让静叔来自己身边工作 暗中从房东那里买下静叔的门店 并让他马上搬离 走投无路的静叔 只好答应入住商场 当有力见到来公司的静叔时 震惊不已 好不容易放下的心 又得提起来 这边 静叔来到商场负责人的办公室 听到他这么直接的承认 静叔无语的说不干了 可已经签了合约 现在退出的话 要付十倍违约金 就算如此 他还是逞强的说会赔偿 还以为他会说用钱不行的话 用他自己呢 害我白激动一场 被成俊这么深情地盯着 静叔有点不知所措 他不自觉地摸着失忆后 一直戴在身上的项链 就在成俊看过来时 他把项链塞进了衣服里 随后 成俊带着他 来到这个何静叔 有着美好回忆的海边 大家认为爱情是什么 两人一起玩回力标 一起弹钢琴 静叔不知不觉 被这个突然出现在 他生命里的男人吸引 这个怀抱是那么的悲伤 静叔也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不能再沉沦下去的静叔 推开男人跑了出去 正好碰上了 他失忆以前的爸爸 看着和去世女儿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爸爸哭着问 可不可以摸一下她的手 可不可以摸一下她的脸 面对这个对着自己 嚎啕大哭的长辈 静叔也跟着哭了起来 这种悲伤他控制不了 成俊生日这天 他请求静叔陪他过生日 两人享受着烛光晚餐 气氛有点说不出的暧昧 这时 太华打来电话 静叔不自觉地卸掉了电池 明知不能这样 可他的心失去了控制 只要一想到眼前这个男人 他的心就好痛 说不出来的痛 就在静叔要离开时 成俊激动地拉住了他 成俊激动地拉过静叔 从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 他就觉得这是他的静叔 直到现在想法也没有改变 可眼前的女人就是不承认 他发了风势地掀翻桌子 说完他抓着静叔不停地问 他该怎么办 看着这个快崩溃的男人 静叔什么都不能为他做 成俊让他一起去静叔 以前生活的家 他天真的以为只要到了那里 他示意的爱人就能想起从前 静叔同意了 这是目前他唯一能为这个男人做的 有力为成俊精心准备庆生派对 他开心地出门迎接成俊 却看到他带着静叔 一起来了家里 他生气地推开 两人跑进了家门 妈妈莫名其妙 看着跑上楼的人 谁知转头一看 竟然是消失五年的眼中钉回来了 作为善良的妓女 碰上这场景 怎么能不激动到晕倒呢 影后开始发挥他的演技了 亲身母亲见到去世的女儿回来了 都没有这么激动的 亲吻眼睛代表着需要爱情 他是多么不想放开眼前这个女人 可又无可奈何地不得不放手 眼看着他跑向另一个男人 成俊问静叔为什么喜欢现在的男朋友 听到他夸奖男朋友 既温柔又体贴 成俊吃醋地骂他很不卫生 嘴里装满了东西 还一直讲话 会到处乱喷 自己却喷的人家满脸都是 吃起醋来的男人 真像个孩子 接下来的日子 成俊都是在吃醋中度过 不管到哪都能看到 腻歪在一起的两人 他开始自暴自弃 变回从前的花花公子 当着未婚妻的面 和美女大跳热舞 重点是未婚妻 还很开心地看着两人 这一幕把我给看猛了 我只能说有力 你可真大方 他白天放浪行骸 晚上则会戴着以前静叔 送他的帽子 像这样一个人哭泣 成俊得知 静叔晚上要去约会 特意安排了员工聚餐 看着焦急想离开的人 他一杯又一杯地 把自己灌醉 喝醉地 成俊倒在静叔肩上 诉说着这些日子以来的思念 静叔控制不住地抱紧了他 慌忙跑出来的静叔 被开车而来的有力撞到 有力下车发现 被他撞到的人是静叔后 瞪了他一眼就生气地离开了 他不知道的是 被他这么一撞 静叔想起了过去 想起所有事的静叔 在街上嚎啕大哭 回到家 就这样坐了一个晚上的人 突然拼了命地跑向游乐场 他好想见到成俊阁 一路跑来的静叔 在电梯里碰上了 他狠毒的静 这个女人一改 那天对他的亲切 嚣张地 让静叔辞掉在这里工作 见静叔 竟然敢反驳自己 他正要发火 听见阿姨这个称呼 他习惯性地给了静叔一巴掌 就在他想再打一巴掌时 手被紧紧地抓住 静叔不再是八年前 那个任由他打骂的小可怜了 看着被簇拥而去的人 静叔露出了怨恨的眼神 跑遍整个游乐场的静叔 终于见到了他的成俊阁 他一步一步走向这个 思念已久的男人 还没说 一句话就激动地倒在他怀里 承俊温柔地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 静叔只是流着泪 却什么都没有说 他不知道怎么开口 两人还没有相认 承俊就被有力给拉走 妈妈正告诉有力 静叔恢复记忆 就看到向他们走来的人 静叔质问 这对母女当年 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变成金智秀 有力把一切都推到太华身上 静叔完全不相信他说的 就在他准备上前打人时 看到迎面走来的董事长 也就是承俊的母亲 发挥演技的时候又到了 静叔想和这个 看着他长大的阿姨相认 可有力却抢先求他 不要再装成静叔来折磨他们 承俊母亲 奇怪他为什么要装成静叔 有力可怜兮兮地暗示说 他是为了钱 导致承俊母亲非常讨厌静叔 有力跑来告诉太华 静叔恢复记忆了 他害怕地求哥哥 不要告诉静叔 当年车祸的真相 当静叔回到家 太华却紧锁房门 让他回属于自己的地方 面对静叔的质问 太华只是哭喊着 让他快回去 成俊看到静叔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对面的旅店 他敲开了静叔的房门 两人一起吃着路边摊 霸道总裁哪里吃过 这么不卫生的东西 吃完就开始不停跑洗手间 一条项链 从衣服口袋里掉了出来 他对着项链 叫了一声成俊哥 喝醉的静叔 终于哭着对成俊说 看着他一边哭一边说 自己就是静叔 想到他和男朋友吵架离家出走 再加上有利母女说 智秀特意问他们关于静叔的事 似乎想假装成静叔 所以成俊只是以为他喝醉了说胡话 于是把他背回了旅店 看着熟睡的男人 静叔轻轻抚摸着他的睡眼 说了一句再见成俊哥 就转身离开了 太华决定离开这个和静叔一起生活的家 正要走时 却被静叔拦了下来 他对太华说 一起去看日出 忘掉过去重新开始 静叔的性格怎么说呢 是太善良还是没原则 这么严重的欺骗说原谅就原谅 真的有点无语 太华趁着静叔睡着 打电话给成俊 告诉了他金智秀就是韩静叔 随后 他把静叔带到他小时候住的海边 得知真相的成俊 一路飙车赶到海边小屋 两人终于在这个有着他们美好回忆的地方相认 太华在远处看着相拥的二人 静叔按下回家的门铃 就这样 他在成俊的陪同下 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有力害怕成俊毁婚 提着行李假惺惺的说 姐姐回来了 那他应该消失了 还害怕的对成俊母亲说 跟静叔同居了五年的男人 打电话来恐吓他离开成俊 要不然不会放过他 成俊母亲听后 请求静叔谅解有力 和成俊就要订婚的事 这是成俊承诺 订婚会如期举行 才平息了这场家庭闹剧 有力特意让静叔一起去帮他挑选订婚礼服 成俊同样也给静叔买了礼服 让他一定要穿着来订婚宴 静叔不明白 成俊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哭着说 我们不是孩子了 既然承诺了要订婚 就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可成俊却说 有力害怕哥哥会来破坏他的订婚宴 因为之前哥哥就打电话来警告他 把从静叔那里抢来的都还给静叔 妈妈让他不要担心 他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麻烦 订婚当天 成俊当众宣布 会把这个戒指带到他最爱的女人手上 他走到静叔面前 就在他想把戒指给静叔戴上时 就在成俊把戒指递到静叔面前时 他突然看到门外的太华 被一群人抓走 嘴里还不停叫着他的名字 静叔起身 回头望着呆愣在原地的成俊 对他轻摇了一下头就跑了出去 已经无路可退的成俊 不得不完成了订婚 静叔一路追着车子来到了警局 被告知太华是因为伪造名画罪被捕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坐在原地哭泣 成俊那边也收到了太华被捕的消息 他丢下有利益人 提前离开了订婚典礼 赶来的成俊就看到静叔一个人坐在那里哭泣 他立刻安排属下处理太华的事 然后选择了打电话 接起电话的静叔 哭着恭喜他订婚 而成俊对他说的是 他没能阻止静叔离开 也没能跟着他一起跑出去 就算现在他赶到静叔身边 也已经晚了 他忍不住问为什么丢下他离开 静叔只是说 一个朋友临时发生了点事 那个朋友的事 可以重要到放弃他们的订婚 成俊羡慕地说宁可 自己是他的朋友 静叔紧张地问太华有没有事 太华大骂他是傻瓜 像笨蛋一样被人抢走了一切 再也控制不住的静叔 哭着说 成俊在车里目睹了一切 看着静叔一个人坐在路边冷到发动 他开车来到静叔身边 两人坐在旋转木马前 成俊拿出原本打算给静叔的戒指 帅气地丢了出去 只听他说 其实友情比爱情更棒 爱情有可能分手 但朋友是永远的 他问 静叔愿意做他在这世上最好的朋友吗 静叔握住了他的手 成俊握着静叔的手说 如果是朋友 想念的时候 随时可以见面 疲惫的时候可以陪在身边 现在不能做的 都可以做对不对 静叔哭着点头 看到他点头 成俊马上跑去后面找戒指 他得意地摇了摇手里的戒指 然后为静叔戴上了他 无声一般机 两人开心地玩起游戏 成俊突然说 变成朋友之前有一件失望 他抱着静叔的脑袋 亲了一口 就在静叔无语时 回到家的静叔 被有力拦住 他跪着求静叔 不要抢走他的成俊哥 有力跪在静叔脚下 可怜兮兮地求他 不要抢走成俊哥 狠毒的继母 又在旁边 假惺惺地扮演慈母 静叔受不了地 叫这对母女 不要再演戏了 看到女儿 对妻子这么不礼貌 爸爸训斥静叔 让他向继母道歉 静叔失望地说 我死了 所以你们没有想到要找我 但是太华哥呢 为什么没有人想到去找他 说了一半 关键时刻就不说了 气得我有点头晕 太便宜 这对母女了 成俊和静叔 虽然决定做朋友 可两人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明明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还要自欺欺人地 做什么朋友 成俊对静叔说 看他站在这幅壁画前 会觉得很不安 因为不知道 他心里想的是谁 这幅天国是他送给静叔的礼物 也是太华为静叔所画 成俊以为找到静叔后 什么都能为他做 可却什么也做不到 所以他决定放手 让静叔重回太华身边 现在的他 不能给静叔幸福 在他的安排下 静叔和太华在山庄重逢 两人和好如初 忘记烦恼就像小时候 一样玩耍 晚上 静叔开始发高烧 梦里不停叫着成俊的名字 太华再一次体会到 静叔自始至终爱的人 都是成俊 而成俊刚决定放手 就控制不住地前往山庄 看到太华离开了小屋 他跑上前 却又不敢进去 只能在门外 偷偷看着心爱的女人 买不到药的太华 打电话 向成俊求助 让他快来把生病的静叔接走 太华走后 成俊终于冲了进来 醒来的静叔看到有力给成俊发来的信息 他不想再插在两人之间 虽然不舍 但他还是趁着成俊熟睡 离开了他身边 成俊赶来火车站 看到静叔所坐的火车正缓缓驶离车站 上次他追静叔追了整整一站公交车 我以为他又要开始疯狂追着火车跑了 还好没那么傻 他一路追着火车 终于在终点站找到了静叔 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承俊牵着静叔的手 对大家说他真的很爱静叔 他决定要跟静叔结婚 静叔终于硬气了一回 听到他这么说 有力也不顾在爸爸面前 发了风事地抓起静叔的头发 爸爸上前阻止 终于发脾气了 早这样的话 这对母女也不至于这么嚣张 有力着急地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妈妈却很淡定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打电话 向承俊母亲哭诉 承俊母亲知道了这件事 大骂儿子做事不考虑后果 毁婚严重影响集团生育 他让承俊马上向有力母女道歉 承俊不肯妥协 他选择放弃总经理的位置离开公司 任何事他都可以放弃 但绝不会放弃静叔 静叔知道了 承俊为了他放弃了一切 心里很是内疚 看着他过着和平时 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静叔让他回去原本的位置 他的承俊哥不适合过这种生活 他看向往前跑的承俊 视线突然变得模糊 当他再次看去时又恢复了过来 太华知道了订婚典礼那天他会被抓 原来是他的亲生母亲和妹妹搞的鬼 有力完全没有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哥哥 还得意地对静叔说 只要承俊哥一回来 就会和他结婚 静叔拉住了太华 就在他想去追太华时 视线又一次变得模糊 他来到附近的眼睛店 工作人员问他眼睛有没有受过外伤 静叔说起了五年前他发生过车祸 对方说可能是那时导致眼角膜受了伤 建议他去医院做详细检查 因集团继承人的离开 导致集团陷入危机 承俊母亲一人在苦苦之称 静叔不忍心 承俊左右为难 最终在他的劝说下 承俊重回了公司 他向有力表明 就算回到公司也不会放弃静叔 心机的有力马上向承俊母亲装起可怜 为了安抚有力 他擅自向媒体发布了二人将要结婚的消息 承俊看到母亲发布的婚许 他打电话给静叔 让他不要担心 他一定会和静叔办一场难忘的婚礼 会让他成为最美丽的新娘 静叔看到前面的承俊 正想追上去 突然眼前一阵模糊 晕倒在了路边 回过头来的承俊 没有看到被众人挡住的静叔 听到自己和妈妈一样得了眼癌 静叔问医生 有办法治好吗 医生只是建议 尽快做眼球摘除手术 静叔让承俊闭上眼睛 即使不能用眼睛看 他也要用这双手来记住承俊哥 看到流泪的人 承俊以为他是因为报纸上的消息难过 笑着让他相信自己 两人一起看着悲伤的电影 静叔再也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 太华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决定重回静叔家 回到家的太华 把有力母女吓了一大跳 她把五年前有力开车撞了静叔 并把失去意识的静叔 交给她生父处理的事 告诉了静叔爸爸 有力母女极力否认 反咬 她是为了逃避私藏静叔的责任 想把他们脱下水 才编造的谎言 狠毒的继母哭着 让丈夫原谅太华 爸爸竟然相信了 这对母女的鬼话 这个爸爸脑袋被驴踢了吧 静叔听到太华为他抱不平 让他不要说了 太华不顾静叔的阻止 对这个爸爸说 他女儿是怎样被欺负 被打 被夺走一切 他和静叔是在储藏室遇到的 他被关 静叔也被关 被骂得说不出话来的爸爸看向妻子 女人马上大骂儿子为了静叔 连这种事都编得出来 结果爸爸一句话都没说 就这么走了 这个爸爸不只会装瞎 还会装龙 静叔知道了车祸的真相 再加上刚得知 因为那场车祸导致 他很快就要失明 崩溃的静叔发了风势的锤打有力 太华向静叔道歉 为了袒护自己的亲妹妹 他一直隐瞒了真相 静叔没有怪他 还笑着说 很高兴 哥哥能回来 太华为静叔画素描 无意间发现 静叔无法辨认颜色 他虽然担心 可什么都没有问 隔天 他偷偷跟着静叔来到医院 得知了静叔患有眼癌的事实 医生告诉静叔 即使摘出眼球 也只有50%的存活率 为了不让爱他的人伤心 静叔决定独自离开 他把这个爱他的哥哥给骂走 他穿上了这件成俊为他挑选的婚纱 拍下了最美的照片 两人来到海边小屋 像小时候一样玩耍 晚上相拥而眠 成俊醒来时 只看到了一封信 静叔躲在小屋后 看着交集寻找他的成俊哥 嘴里不停说着对不起 一直默默关注他的太华 为了照顾他也来到了海边小屋 他知道静叔不想告诉他病情 所以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看到来找他的太华 静叔大吼着让他离开 太华没有说自己知道了他的病情 只是说他是哥哥 无论何时都应该保护妹妹 然后温柔地问他要不要一起生活 再也坚持不住的静叔 哭着对太华说 其实他好害怕 他一个人真的好害怕 静叔不小心摔碎了照片 太华想要收拾 可静叔逞强的一定要自己收拾 太华情急之下 说出了他得了眼癌 根本看不太清楚的事实 他劝静叔回去接受治疗 静叔说有可能会死 他想多活一天 他哭着求太华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成俊 他不想成为成俊哥的包袱 太华来询问医生静叔的病情 意外得知 静叔是因为五年前的车祸 导致眼角膜严重受创 所以他的势力才会减退得这么快 他冲到有力办公室 把他拉到天台 他恨不得掐死这个罪魁祸首 其实太华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五年前 他要是不那么自私 立刻把静叔送去医院好好治疗 可能不会这么严重 为了筹集静叔的手术费 太华不惜放弃自己的梦想 去做假话交易 正在画假话的太华 看到静叔走过来 下意识地遮挡他的画 静叔问他在画什么 连着几天不睡觉一直画 静叔笑着让他画自己微笑的样子 可以当作他死后的遗像 太华生气地让他不要胡说 可静叔却说 太华带着假话准备去做交易 他嘱咐静叔要好好照顾自己 他很快就会回来 好棒 白脸 哦 当太华刚拿到酬金 就被事先埋伏的警察给包围 其实 埋主就是他的母亲 那个狠毒的女人不想 他破坏有力的婚礼 所以就设计 把亲生儿子送进监狱 成俊接到太华打来的电话 他马上赶到了警局 走投无路的太华 哭着告诉成俊静叔得了眼癌 眼睛很快就会完全失明 也许是今天 也许是明天 另一边 等不到太华回来的静叔 非常不安地跑出家门 他打电话让哥哥快点回来 然后 一个人跑向海边 一路跌跌撞撞 他害怕地不停叫着 陈俊哥的名字 静叔用尽全力地看向四周 可视线却越来越模糊 突然 他摔倒在地 完全失明的静叔崩溃了 他不停喊着成俊哥 不停说着他看不见了 赶来的成俊 看到坐在海边的静叔 他焦急地跑过去 拉住静叔的手 静叔以为是太华回来了 他害怕地说自己完全看不见了 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随后激动地锤打着眼前的男人 哭诉他 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他看不到成俊哥的脸了 他该怎么办 成俊报警不停哭泣又害怕地静叔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回到家的静叔 颤抖着嘱咐眼前的男人 不要把他失明的事 告诉成俊哥 还不放心地一遍又一遍地求他答应 成俊面对伤心欲绝的静叔 仍然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他只能假装是太华 带着静叔去找他心心念念的成俊哥 来到他们经常约会的地方后 成俊放开静叔 坐到了一边 看着小心整理自己 认真练习微笑的静叔 他一边默默流泪 一边换上了另一件衣服 终于见到思念已久的人 虽然再也看不见他的脸了 可静叔还是笑着说现在他很幸福 太华哥对他很好 希望成俊哥也能幸福 两人握手道别 静叔笑着 成俊低头哭着 就在成俊走后 假装坚强的静叔坐在里面哭 成俊则坐在外面哭 回家后静叔抓着他问 成俊哥是不是看起来很难过 他庆幸地说想不到眼睛 看不见也有好处 成俊有点生气地走开了 静叔害怕地叫他不要走 就在静叔摔倒的时候 太华赶了回来 他把静叔扶回房间 两个男人就这么坐在床边守着他 成俊忍不住地摸着他的脸 静叔开心地说起成俊哥的事 本来就坚持不住的人更坚持不住了 感到不对劲的静叔摸上了他的脸 发现陪在自己身边的人是成俊 静叔崩溃地求他离开 他不想让成俊哥看到这样子的他 之后的日子 两个深爱他的男人都陪在他身边 他嘴上虽然赶成俊离开 可心里不知道有多开心和满足 最终在他们的劝说下 静叔决定接受治疗 面对成俊的求婚 静叔当然不会答应 他是一个随时都会死的人 听到成俊说就算会死 他还是要结婚 静叔不想多说就要离开 成俊不由分说地吻了上去 有力想和成俊商量一周后结婚的事 成俊再一次强调 不会和他结婚 就着急地离开了 不甘心地有力追了上去 他跟着成俊来到医院 发现静叔得了癌症 眼睛也看不见了 听到静叔说自己随时会死 不会成为成俊哥的负担 他窃喜不已 表面上还假惺惺地安慰静叔 可笑容就没有在他脸上消失过 回到家 他马上把这个开心的消息告诉了他妈 他妈大笑着说静叔 遭到天谴了 谁叫他那么贪心 两人开心地 说现在这种情况 成俊肯定不会吵着 要和静叔结婚了 这边成俊来找静叔爸爸 请求爸爸同意他和静叔的婚事 也把静叔的病情告诉了这个不作为的爸爸 随后他向外界发出了邀请函 邀请大家来祝福他的婚礼 有力看到邀请函 以为是成俊为他准备的宴会 静叔活不了多久 成俊哥当然会选他 母女二人高兴到和布隆左 静叔手术这天 深爱他的两个男人握着他的手 为他加油打气 在两人的目送下 他被缓缓推进了手术室 出院前一晚静叔 收到了成俊送来的婚纱 他让太华帮他退回去 手术虽然很顺利 癌细胞也已经没有了 可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复发 或是可能已经转移了 再加上他也看不见 这样的他不会和成俊哥结婚 太华听后 让静叔明天出院的时候 穿上这件婚纱 陪他一起去画画 他真的很想 画妹妹穿上婚纱的样子 于是 不知情的静叔 穿上了成俊为他准备的婚纱 被太华牵着走出了医院 成俊在宴会上宣布 今天是他和韩静叔的婚礼 有力母女和妈妈都震惊万分 只有静叔爸爸事先知情 可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成俊当众对妈妈说 静叔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甚至还患有眼癌 可他爱静叔 不会因为他看不见 或是随时会死就放弃 他请求妈妈祝福他们 这时 太华带着静叔走了进来 他把静叔的手交给了爸爸 爸爸 爸爸牵着静叔来到成俊面前 看到这场面 狠毒的后妈发了风事地 阻止这场婚礼 这个狠毒的继母发了风事地 想阻止婚礼 本来 财阀女婿 要娶的人是她女儿 现在却变成了她那爱事的静 她怎么甘心 就在她不顾形象 泼妇骂街的时候 太华走进来 她当众说出了五年前 有力开车撞了静叔的真相 这个人是她的前夫 也是有力的亲生父亲 她把当年有力是怎么求他 藏匿浑身是血的静叔 说了出来 成俊母亲和静叔爸爸 终于看清了这对母女的真面目 狠毒的继母还想狡辩 被一群安保给拖了出去 有力在一旁不知所措 只能眼看着她的好妈妈被抬出去 这边 成俊安慰着知道了真相的静叔 她再一次请求妈妈允许他们的婚事 妈妈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一边流泪一边笑着拍手同意 这对苦命鸳鸯 终于在大家的祝福下结尾了夫妻 一个人回到家的爸爸 就被发了疯的妻子给拉住 疯女人拽着丈夫 说是她的责任 丈夫竟然敢联合外人骗她 这时 泰华带着警察走了进来 为的是调查当年禁书车祸的真相 疯女人还在极力否认 可丈夫在一旁说 她想起了当时她的车确实有点问题 让警察把她的车拿去仔细检查 有力正好走下了 警察要把她带走接受调查 疯女人拖着不让她走 这些年 她在这个女儿身上付出了那么多 都还没有得到回报 这女人能对亲身骨肉都只谈利益 我还以为她对女儿稍微有点感情 真是高看她了 成俊抱起她的新娘回家 这么高的楼竟然用走了 成俊哥 你可真厉害 两人来到婚房 靖叔好奇地摸着 可什么都摸不到 她疑惑地询问 成俊 听到她这么说 靖叔担心她以后会很不方便 成俊却调皮地说 然后就开心地抱着靖叔 洞房花烛去了 警察又一次上门 这次是因为查出了 继母教唆买卖假话的事 感到情况不妙 狠毒的继母开始装疯卖傻 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最终有力坐牢 她被关进了精神疗养院 成俊终于取到了 从小就心心念念的靖叔 新婚叶尔的两人每天 腻歪在一起 太华这个大灯泡 经常会来替成俊照顾靖叔 成俊走后 靖叔开心地对太华哥说 结婚真好 让哥哥也赶紧找个好女孩 他笨拙地给太华拿咖啡 觉得这点小事 都做不好的靖叔 伤心地说 要是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 嫁给成俊哥该多好 他好想再一次看见成俊哥的脸 太华安慰他一定可以 成俊为了让靖叔重见光明 打算把自己的一只眼睛给他 医生听后拒绝了 他们不能在活体上摘出眼角膜 不管成俊怎么哀求 都改变不了这个规定 太华来到医院 正巧看到成俊离开 他来也是想把自己的眼睛给靖叔 医生再一次重复 活体眼角膜移植是不可能的 想起靖叔的愿望 太华笑着对医生说 随后 他来到器官捐赠中心填写了资料 他把捐赠卡像宝贝一样 挂在了脖子上 太华带着靖叔来做旋转木马 告诉他自己要去法国深造绘画 靖叔替他开心 这是太华哥哥的梦想 他带着靖叔来拍大头贴 就像小时候一样 为了让靖叔相信他去了国外 太华事先给他写了信 还特意拍下他在法国交了女朋友的照片 做完这些事后 他带上小时候 靖叔送他的生日礼物 这样他就不会冷了 最后他缓缓放开了方向盘 靖叔被噩梦惊醒 承俊接到医院的电话 眼角膜捐赠者出现了 承俊开心地送靖叔进了手术室 警察就找来 告诉他眼角膜捐赠者是韩太华 他应该是自杀 随后交给了他一封太华留下的信 信上说他只是去了不再有痛苦 不再有别离的天国 希望他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靖叔 做好手术的靖叔让承俊带他去感谢给了他眼睛的人 靖叔站在太华的一项前 感谢他给了自己眼睛 让他可以达成最后的心愿 靖叔可以看见心爱的人了 可是永远都见不到 爱他如命的太华哥哥 手术很成功 他重见光明 靖叔开心地看着太华寄给他的信和照片 他抱着成俊喜极而泣 靖叔重见光明 两人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的时候 他的身体逐渐出现不适 检查结果是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大脑 靖叔知道后 说不想死在医院 打算放弃所有治疗 他崩溃地说早知道这样 为什么要给他做眼角膜移植手术 给了他希望又让他绝望 承俊请求靖叔不为了自己 也要为了太华想尽办法地活着 靖叔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他要去找太华哥 两人就这么做了一个晚上 靖叔拉起成俊的手说 他一定会好好珍惜太华哥 送给他的礼物 剩下的时间不再哭泣 要开心地度过每一天 他来到监狱看望有力 他又来到精神疗养院 告诉继母太华哥已经走了 为了让他重见光明 所以放弃了生命 而自己不久后 也要去和太华哥重逢 他把爸爸托付给了 这个装疯的继母 坏事做尽的女人 缓缓摸上靖叔的脸 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这些眼泪应该是真心的吧 承俊带着靖叔来看 这幅天国的阶梯 这是太华生前的参赛作品 他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奖 靖叔靠在承俊间 尚未太华哥开心 两人来到这个 有着他们美好回忆的海边 靖叔躺在承俊怀里 慢慢地结束了 这痛苦又幸福的一生 天国的阶梯就这样完结 靖叔和承俊 一定会在天国重逢 除了这一对公认的情侣 我还喜欢小靖叔和小太华这一对 记得初见 小靖叔主动握起他的手 没人记得他的生日 只有小靖叔对他说生日快乐 因为有了他 他才学会了笑 他背着生病的小靖叔 听见他说 哥哥的背真温暖 单纯的男孩就以为他喜欢自己 所以就开始了疯狂地表白 不管他怎么是爱 小靖叔的心里只有和他青梅竹马的成俊哥哥 这个故事 他没能早点出现在他的生命里 下个故事 希望他能比谁都先遇到他 他想成为他最爱的人 不管结局如何 但一要们 资金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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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曲 资金舞传统 飞